那目前来说 申君良是没有权利进行会见的 那这个他的想法是否合理呢 就是是否 是否合理 他这个想法就是 想要去会见的想法是否合理 他是否有可能 这个 好的 他想要去见一见 这两个拐卖他孩子的 两个犯罪分子 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就是合理的事情不一定 这个合法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他确实没有权利 去见到这两个 犯罪分子 那法院实际上也没有同意 他的申请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法院去拒绝他 去会见 是法律的 那甚至说 如果是同意他去 会见 那可能 违反法律规定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就是 实际上他去 想要见一见他 也主要是 传达自己的一个想法 他的想法呢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 希望这两个人 能够 积极主动 提供 价格的线索 找到那些 还没有找到的被拐灭的孩子 另外呢 是找到 这个 还没有归案的 这个梅姨 这个犯罪嫌疑人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诉求 或者他的想法呢 实际上他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个 办案人员 那法院 向这两个被执行人 来传达 那我想 法院听了 也应该 这个 听起了他的意见 那么在 法院提审的过程中 也会 向这个 两个被执行人 这个传达 这个家属的 这种 这种 意愿和诉求 就是 嗯 明白 嗯 那另外呢 就是在 死刑被执行 死刑执行之前 嗯 也就是说 只有家属 才可以见到他们吗 有没有就是 呃 法官还会再进行审问 或者说 警方还会再有一些调查 这种情况 还会再有吗 因为大家可能 也比较关心 这个 呃 今天下午 这个可能 申俊良 他要前往警方 再去了解一些 新的情况 那在死刑执行之前 这种情况还会 呃 再向大家公布吗 呃 办案人员 像我们的公安机关 包括检察院 以及法院 他们为了 这个案件 办理的需要 是可以 呃 通过正常的途径 对这两个犯罪嫌疑人 两个被告人 进行提审 和询问 这个都是 但是至于是否 呃 公安机关 检察院 或者说法院 去提审他 呃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那么 也是根据 案件的 呃 需要 案件的实际情况 如果需要的话 是可以提审的 那如果不需要 那可能 呃 这个公安机关 呃 也可能不去 提审他 是不是 嗯 另外还注意到了 一个信息哈 其实是截至 2021年10月 呃 被张维平等人拐卖的 九名儿童 已经找回六人 但仍有三人是 没有找回的状态 那 他们这几名主犯 就是执行死刑的 这样一个呃 方式是否会对这个 剩下的三名 未找回的儿童 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嗯 那的话 我觉得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对他们执行死刑 让他们 呃 受到法律应有的 惩罚 呃 是符合 呃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法律 规定的 那对于这三个 被拐卖的儿童 呃 我认为也不能说 因为被拐卖的儿童 没有被找到 就 拖延 或者说是 不对他们执行死刑 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说 这里 这剩下的三个孩子 没有被找到 就不对他们执行死刑 那 可能后果就是 这三个孩子 可能啊 永远都找不到了 所以说 我们不能 这个投鼠忌器 是吧 嗯 这个没有找到 我们就 就不执行死刑 恐怕这 也不是 这个 这个 我想 好 好 好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 刚才咱们和秦明律师连线的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呢咱们是大概会 首先这样的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一个案件呢 对于民事上面其实是只有对于这个物质损失的 直接物质损失的一个赔偿 精神损失呢可能相对来说也是占比较小的一个比重 所以可能才会出现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个 申请了400多万 但是最后结果是只有40多万 这样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情况 然后另外一点呢是 关于这个 关于拐卖儿童罪这个情节 是否严重的这样一个定罪呢 也是大概刚才秦明律师有列举了八条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 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 我们也是 也是有判处死刑 然后另外一点呢 其实还是有三种不同的量刑标准 就是说十年以下 十年以上还有一种无期徒刑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执行前呢 只有净亲属 才能和这个 核准死刑的这个 刑犯去进行聊天 所以说在此之前呢 其实申君良也是无法见到 这个 煮饭的一个情况 但是刚才申君良也有表示 就是 也是希望他的家属 能够良心发现 能够再提供一些 最新的关于这个 案件的一些线索 关于其他被拐儿童 和这个媒遗的一些线索 我们也是 希望这个 这个家属 能够提供一些最新的情况 那么目前咱们在画面当中 看到的是 目前申君良上午 刚从这边法院出来 然后目前在广州现场 在一家小餐馆进行吃饭 那么下午的时候 他也会前往警方 看在那边是否能够 获取一些最新的线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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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的资计在栏目 这个资计上栏目 这个资计复合已经下来了 因为这个资计复合已经复合下来了 对 我们前天中午出道的这个资计 是不是当天没出票 前天晚上出发 昨天晚上到了明镜与点栏目 对 没错 各种事情 对 没错 今天我也想 也希望从厂门那里 厂门在最后 执行前能够良心的发信 能提供一点 对没找到的三个孩子 有用的线索 没移 对没移有用的线索 对 现在被张线转回来 对 被张线转回来 还有三个 三个 对 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 他明示 执行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这有一部分 如果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 我想建设的两个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如果他们能多出 对外三个没找到孩子 没找到 有用的线索 为了民意 有用的线索 正约到个民意 我不再追究 对 也希望 在他们没有被 公民起 有用的线索 那非到我们 找到每一 就是找到另外三个 找到另外三个辈子 那是你 有用的线索 那是你 有用的线索 还是你 有用的线索 还是你 那是你 是你 有用的线索 好嗎 好 好 好的 好 我們 我們的 現在就 現在三年多了 現在慢慢來的習慣 北方一個生育 融入家庭那一波還是不錯 那三年就像我 但是說的一樣 現在一家人可以在一起 特別在中放假的時候 中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 比之前好太多了 之前加了整天病命量 沒有加的感覺 現在無論怎麼樣 怎麼樣 多少有在家的味道 我問他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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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對 對 要分享不夠了 只有他們的 到會前 都能仔細清楚 才可以 才可以與他們見面 其實今天要有幾個 有幾個 幾個版本 幾個方面 第一個 我也想 特別希望 能從前面 媒體 長大網友 能把這個 能把這個 張偉平 他們仔細清楚 拜託他們 就是見到張偉平 到周龍平 那時候 幫忙 幫忙問 每一遇的現實 另外一塊 另外一方面 這個法官 今天也給我說 他曾經良 這樣是不行的 這個法官說 在事情前 這個法官 會去找他們 就是 趁著見他們 跟他們聊 法官也 希望能從 他們在這裏 有一點 能聊的 有點 因為現在 想到 你也找 你講 還有嗎 咱們 我吃完飯 我們 就是我們安全的 一個專屬這邊 這個 這個 眼光這邊 也會 是 你需要 人家 他們等到支撐 錢 多方能力 希望 他們兩個 被 能 就是 找到一些 會找到 人物 沒找到牌子 會找到 民意 也 非常 現在 那 昨天 你也要 在這裏 目前 也有 在這裏 等下午 下午到 9 30 那裏 去 在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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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裏 3 那裏 是 這裏 7 那裏 4 等下 你快點 先 你還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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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點 你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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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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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等一下 我是江西藏州王山區的 我是生兵的 前天前天親到親大哥 跟我來電話 他說 關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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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17年了 那個公民兵 那個 包括尊兵還有三個 孩子說回來了 那就高興 現在 對於現在來講 我就高興不起來 等一下 等一下 就放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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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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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個媒體人問我 他說我有沒有人家裏 我說我不要 我說我只要他更送我自己 每一個 他拨賣的那些孩子 講出來 不要給我民視賠償 我真的要來 我不要找到我的孩子 我無貴的孩子 是是 今天但我準備去贊成 大家贊成那邊有沒有 你們有價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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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到我們見不到 見不到 好 好 謝謝 那個電話你接 好 打過去 我們沒走 就這裡 說一會 我們要準備走吧 你飯吃 就打問那個電話 你好 你好 我等一會兒我吃完飯吃過 而且 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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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說 這個 跟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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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官给我说只有他们的仔细清楚才可以 现在也要复合线下来了 只有他们仔细清楚才可以 法官说今天就这两天他会也会去 他挣上钱也会找他们好好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聊出对 还没找到这三个孩子有用的线索和美衣的线索 有用的建筑 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 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媒体朋友啊 广大网友 把这个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能阐达到周荣平和张维平上 他直立清楚那边 就是希望就是拜托他们去 见到张维平和周荣平的时候 帮忙问这三个孩子的线索 帮忙问美衣的线索 带他们执行钱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下午去这个 专主也是希望 专主这边 带他们没有被执行钱 就是多去和这个张维平和周荣平 去沟通 去沟通 看看能不能他在执行钱 能不能 就是提供一些 有用的对三个没找到的孩子 对美衣的对美衣的这个有用的线索 对 我说想通过多方便的努力 因为他之前这负荷已经下来了 对他被执行钱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大家的帮忙 多方便的努力 能得到一些有用的 对着找到另外三个孩子 找到美衣有用的线索 对 等于说咱们其实是 希望能够在这个死刑执行之前 尽一切的努力 去挖掘到更多的线索 对 明白 那刚才就是 不是还有一位和您一起来这边的 也是一名被拐儿童的家属 他目前有在这边现场吗 对 周明有在这里 对 您这个没找到的这些孩子 也麻烦咱们美姐朋友 多帮他们多扩散扩散 是这样 是这样 是 我让他 我让他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 拜托所有的网友 多帮忙扩散 你要这个当局都快执行了 还有很多这种 很多家长 多乖怒 多帮 这些 没找到的这些家庭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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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你好 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 这样一个孩子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渠道 能够帮您传达一下 传达给更多的人 了解一下您这边的情况 好 麻烦 谢谢大家 您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江西杠州 中兵的爸爸 我叫中兵友 嗯 我中兵从2004年 2004年 12月31日 被张卫平 抱走 嗯 一直都寻找 嗯 我注意到就是您这个也是张卫平抱走的 嗯 对 那这个 那目前就是 他已经是被 已经是要被判死刑的一个状态了 那从他这边 有没有获取到一些您孩子的这个线索呢 今天就是昨天晚上赶上赶到这里广州 嗯 本来就 本来就 我跟孙大哥 嗯 想今天去法院 嗯 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打听一点张卫平在嘴巴里面 我们也心情 想法国大的心情了 嗯 能不能 能不能跟张卫平见最后一面 对 是 今天 今天就对我很失望 嗯 没见到 哦 就其实刚才我们也跟律师说了 就是您的心情 其实大家都特别能理解 因为 只有见到他本人了 我们才能够更直接的 就是 或者说挖掘到一些线索 或者说是更直接 但是 嗯 但是今天的一个情况是咱们没有见到是吧 是 是 今天没有见到 嗯 只有他 那个反观当然讲的 只有他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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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 才能见 可以见 见面 嗯 只有亲 那咱们 那咱们有见到亲属了没啊 今天 没有 没有 今天连亲属也没有见到 连亲属也没见到 哦 哦 那 那这个是 那亲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就是 嗯 嗯 跟他们本人去进行一个见面 这个咱们情况有了解吗 喂 好像都不好听一样 嗯 我都现在好像都不好听一样 喂 哎 能听得到吗 哎 可以听到 我这边没有问题 哦 哦 我这里有点 有点那个 哦 您说 嗯 嗯 您请说 我想请大家玩 那些好心人 都帮我 帮我们 帮我们 寻找 那些就是的孩子 包括我中兵 嗯 那这样 那麻烦您再跟网友们说一下 您孩子的一个特征 以及这个走势的具体的一个地点呀 包括当时的一些情况 您能再跟网友说一声吗 嗯 我中兵 就是的在惠州市 十万众 那个叫下 叫下管理区 哦 一个出租房 嗯 被张维平抱走 抱走的 嗯 嗯 是在一个出租房里面 被张维平抱走的 对 当时孩子多大呀 那时候才一岁多一点 嗯 一岁多 嗯 不到一岁半 嗯 可能是十五个月到十六个月 十五个月到十六个月 那当时孩子有没有一些就是长相上面的特点 然后或者您有没有发过一些照片 像他头上有两个拳 嗯 那时候抱走的时候就肥肥胖胖胖的 嗯 嗯 那个是那个时候一岁都像像两岁多的来一样 嗯嗯 哦 就是大概是大概是2004年的哈 2004年12月31日 对对对对 然后孩子的年龄是在大概在十五个月十六个月这个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那个外貌上面的特征可以麻烦您再说一下 嗯 嗯 他那个脸有点带圆圆圆的 嗯嗯 嗯 嗯 他头发前面不算多前面 头发 嗯嗯 嗯 那您在这些就是这么多年这个寻死的过程中您都 呃这个经历有哪些就是您都去了哪些地方 大概找这个孩子 找咱们孩子有经历过什么事情吗 广东就基本上找爹了 哦 广东这边是吧 嗯 嗯 那我刚才有听您介绍不是在贵州那边 贵州的出租房是吗 对对对 嗯 贵州的出租房 那那边有找吗 找了找了 那边也找了 嗯 嗯 我在准备明天还是什么 明天还是后天就时间 再去去一下那个出租房那里 哦再去一下那边 就是其实是咱们 就自从孩子就是 被抱走之后 其实是一直都在往返这样的地点 一直在不断的寻找 对对对 嗯 那咱们今天下午会跟着那个 死物对证了是吧 对是这样是这样 其实 嗯 对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哪怕是他的亲属也好或者是警察也好能够在这个死刑执行之前能够再问到一些他们的这个关于其他被拐儿童的一些线索 包括这个人贩子的信息 那您对于他们那您对于他们要即将执行死刑这样一个情况您是做有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觉得可能您的心情其实应该是更矛盾的更复杂的 真正的对于我们来讲 嗯 嗯 现在丑死 好像是丑死张卫平和周仁平两个人对于我来讲我们幼师的孩子来讲没找到的孩子都是一个 好像那个案一样 都是一个悬案了 不是讲结案了 是一个悬案了 是吧 不是讲 要这样讲 他犯了这个法 也应该是要判处死刑 对 伤害了那么多家庭 是吧 对于现在来讲 我还有那么多小孩子 那么多家庭 对孩子没找到 对于我来讲 就太残忍了 现在对我们的小孩子没找到 是这样 确实因为了解到这边信息 是被张维平拐卖的九名儿童 就是找回了六人 但是还有三个人是没有被找回的 就是您的孩子 就是这三个孩子当中的一个 对对对 实际上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有多少 他没有讲出来 就是这只是已经发现的 但是没有发现的可能还存在 对对对 那您就是其他 未找回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属 你们之间有过一些联系吗 有一起去找吗 各位网友 我们现在是在跟 就是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进行通话 喂你好 你好 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掉线了 我们再跟您打一下 那您目前是有跟其他这个 未找回孩子的这个家属 有进行一些联络吗 有尝试一起去寻找吗 有有有 找了好多次 找了 就是这 就是这一两年就 因为因为家庭的经济负担重 就没有去 所以就是今年 今年刚刚出来 嗯 哦就是咱们其实家里面 这个经济条件也是比较 负担是比较严重的是吗 是是 那咱们就是为了就是找咱们这个孩子 大概有就是花了多少 就是去过多少地方了 嗯 刚才讲的这里广东 就基本上找 找够了 就还是在集中在广东这一片是吗 是是 因为那时候张卫平提供的 就是我们的小孩子 那在 欧元寺那个子清穴 那一块 嗯 哦 就这个线索是张卫平本人提供的 是是是是 嗯 所以所以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我的小孩子 还有几个小孩子 嗯 那就是其余的那些 就是没有被 没有找到孩子那些 他们的孩子是在哪个地方 被抱走 或者是丢失的呢 都是在贵州吗 基本上在我也是附近找到的 嗯 嗯 嗯 哦 哦 哦 那其实咱们就是说 嗯 那 那 那咱们未找回的这个孩子 其实只有在找回的话才能 嗯 嗯 才能知道在哪里啊 嗯 也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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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目前 目前下午的话打算去那个 那个专案组聊 就是打算去问他 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 咱们这边有 有进行一些准备吗 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去那边走 去那边走 要是去要 就问那个专案组 那个负责人 嗯 下一步该怎么做 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啊 嗯 我们要 我们要 好像我们对 对 我们协助 要怎么协助他们 嗯 哦 对于我们一个家庭来讲 只有这样子 才能找到我们的小孩子 是不是 嗯 是这样子 那我们有尝试跟这个 嗯 刑犯他的一个家属去进行联络吗 有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吗 现在 我也会 我也经常也会 给他们找到的家庭 我也会联络 对 是有一些联络 我找到的 我也会联络 嗯 就是因为目前我们能见到这个 张维平和周荣平的 其实只有他们的一个近亲 嗯 嗯 对那我们有个尝试跟他们 周围的一些人去进行联络 然后从而获取到一些更相关的信息吗 啊 现在 可以 我们可以有渠道去联络上吗 咱们 渠道上联络 都 现在都联络不上了 哦 等于说其实也联络不上他周围的人 是 是 哦 那另外呢 就是除了这两名就是被判死刑的人之外 呃 还有三名其实是他没有执行死刑 那这个 我们能从他们这边获取到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能见到他们吗 如果能从他们这边获取到一些信息 是不是也可以呢 嗯 也许也可以 那我们有尝试去寻找吗 现在 现在 现在我们 现在暂时来讲 就 我们就 我们就 周隆平 张慧平 两个人 来 来 那个 如果说到万一的情况下 要找 找他们三个人也 没办法 对吧 也要找他们 能不能在他们嘴巴 嘴巴里面 能不能说说有一点 有价值的 对 是这样子 就是 嗯 如果我们 就是没有办法 直接见到这个张慧平 周隆平 两个人 那是不是可以从 他其他的 就是没有被判处死刑的 这三名 这个 人贩子这边 入手 是不是能了解到一些更多的信息 我们也想过 嗯 嗯 有个问题 嗯 嗯 就是 那 那 那其实我知道对于您来说就是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这个矛盾和纠结的 因为一方面呢 是这个 张慧平和周隆平两个人 因为拐卖儿童罪被判处了这个死刑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另一方面呢 呃 张慧平其实也是亲手抱走了您的孩子 所以说 对对对 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后 其实 会面临一种就是 会不会咱们这边的线索也就此断掉了 那 其实我知道在您心里其实也是特别的这个难过的哈 是 是 嗯 嗯 只有靠 你们 你们网友大家 啊 好心来 都帮我们抠上 能不能找得 找出美意来 嗯 那 是这样子 那也希望这个 各位网友 也能够就是 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最新的这样一个信息 也能够帮助 咱们被拐儿童的这个 父亲找到一些更多的线索 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是这样子 然后咱们这个孩子是在这个 贵州市的一个出租房 在2004年的时候被暴走的 被暴走的时候 其实只有15个月 其实只有15个月大 当时其实 嗯 您有没有尝试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发过一些孩子这些相关信息 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您的信息也会帮您进行一个扩散和转发 嗯 我也有发过 我也有发过 嗯 嗯 我也 昨天晚上我跟新大哥都 聊了这个问题 嗯 嗯 因为我 我也是没文化的人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昨天晚上新大哥都教了我 差不多一两点钟 教我怎么搞 怎么搞 嗯 嗯 嗯 哦 您是才开始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发布 是吗 对对对 哦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发布 我自己在那个抖音上 发了一下子 嗯 嗯 您在抖音上发过之后 就是大家也可以多多进行这个转发 啊 嗯 对对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 从04年到现在 从04年到现在 咱们孩子父亲也是在一直寻找的状态 嗯 嗯 我只要 只要有退费我就 听到你什么消息 新大哥等 联系到我就 马上就会来 嗯 嗯 嗯 明白 嗯 那咱们今天大概什么时候会前往专案组呢 啊 咱们今天大概会和申君良老师在什么时候前往专案组 大概几点钟的时候 昨天晚上我们就会合了 昨天晚上 嗯 昨天晚上您这边就已经会合了 那今天下午咱们不是要前往警方那边吗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对对 可能马上就要出发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对对马上就要出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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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 还 还要不要 有没有什么问啊 要不要问什么 好好 那这边现场情况我们就 呃大概也了解了 那么目前呢咱们这个 呃 深君良老师还有另一位被被拐儿童的家属 会下午前往咱们这边的警方去进行更多信息的一个询问 看是否能了解到一些线索 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您这个事情 如果是呃有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的话 我们也会呃 呃及时的跟广大网友去进行一个呃 呃去告诉广大网友这样最新的情况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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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其实能够呃通过今天下午的一个呃见面能够获取到更多的线索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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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嗯 我这边可以下线了吗 他们准备走了 喂 听到吗 嗯 看 在这里 是 对 这个 的 是 你 打 我 别 related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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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如果我呼吁 梅姨能尽快落网 找回更多的被困孩子 对 我也希望他们能带 他们的最后 这是到最后了 发现自己良心 能给我们做出 更多的关于梅姨也好 关于被拐卖的孩子也好 出发广州 得到章篇一些新消息 家人们等我好消息 正在去法院路上 我在地铁上 到法院之后 我也去向法官去申请 能不能看能不能见 他们两个最后一名 梅姨还没落网 至少还有三名被她拐卖的 儿童没找到 说如果我呼吁 梅姨能尽快落网 找回更多的被困孩子 对 我也希望他们能带 他们的最后 这是到最后了 发现自己良心 是不是 能给我们做出更多的 关于梅姨也好 关于被拐卖的孩子也好 出发广州 得到章篇一些新消息 家人们等我好消息 正在去法院路上 我在地铁上 到法院之后 我也去向法官去申请 能不能看能不能见 他们两个最后一名 梅姨还没落网 还有至少还有三名被她拐卖的 儿童没找到 说如果我呼吁 梅姨能尽快落网 找回更多的被困孩子 对 我也希望他们能带他们的最后 这是到最后了 发现自己良心 是不是 能给我们做出更多的 关于梅姨也好 关于被拐卖的孩子也好 出发广州 得到章篇一些新消息 家人们等我好消息 去 正在去法院路上 我在地铁上 我到法院之后 我也去向法官去申请 能不能看能不能见 他们两个最后一名 梅姨还没落网 还有至少还有三名被她拐卖的 儿童没找到 说如果我呼吁梅姨能尽快落网 找回更多的被困孩子 对 我也希望他们能带 他们的最后 这是到最后了 发现自己良心 是不是 能给我们做出更多的 关于梅姨也好 关于被拐卖的孩子 好的 各位网友 那我们来今天先总结一下 这个申冲被拐案的一个最新进展 目前张维平和周荣平 是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尚未执行 那么今天的时候 申冲良已经从山东赶往了广州 然后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申请 见到这个张维平和周荣平最后一面 目的也是为了了解 为这个事情做一些终结 也能从他们的口中挖掘到一些 关于其他被拐儿童 甚至是人贩子的一些最新线索 但其实我们今天通过现场了解到 目前申冲良是没有办法 与他们本人去进行见面的 目前能见到张维平周荣平的 只有他们的一个近亲才可以见到 所以说目前也只有通过他们的近亲 向大家传达一些最新的进展 那么另一点呢 关于这个 其实刚才申冲良也提到了 其实民事赔偿的部分 他们甚至是可以不追究的 那也只是为了能够获取到一些最新的线索 目前跟着申冲良的还有一位 也同样是被张维平抱走的 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和申冲良一起 目前是前往了这个 有去前往这个专案组 去进行一些最新情况的了解 其实这一点对于他来说是比较纠结的 因为目前张维平是已经被判死刑了 但是被判死刑之后呢 是否还能 因为他的孩子目前还没有找到 那是否能够从张维平那边 再获取一些最新的线索 其实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 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大象新闻呢 也会持续地关注这件事 为网友带来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也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关于这个 孩子被拐的信息的这样一个最新信息 也可以和 也可以发在这个评论区给大家留言 大家及时关注一下这些信息 那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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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